采在寧寧中從隧道慢慢走出來 民眾前胸背著行李 後面還背著行動不便的家人 警銷立刻衝上前幫忙 警銷們在隧道忙進忙出 協助乘客脫困 穿著警察制服的是花蓮和平派出所所長 王祝光 他正好押解完人犯 準備回鎖 得知台鐵發生意外 立刻趕往現場 聽到是發地點 汪祝光心頭一震 因為三年前在這個地方 發生的這場意外 讓他久久無法忘懷 意外現場大家有力出力 這次新自強號事件 乘客之一也包含一名警銷 幫忙踢著乘客行李 並協助商換送醫 已經奔波到滿身試探 他是桃園的異銷 陳敬維 我有明顯感覺到列車晃動 那我第一時間就覺得列車出事了 因為有緊急剎車 不過等到火車完全停止的時候 我就先往前面衝 遇上緊急狀況 陳敬維說他沒想到害怕 當下只想著救人第一 500多名乘客能安全脫困 真的要謝謝這些 無名英雄在最關鍵的時刻 挺身而出 華視新聞張宇峻舟 關於周若平 歡迎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